通过大学的牛仔竞技比赛 来保持美国西部的传统精神 是美国大学牛仔大赛 半个多世纪来的座有名 今天我们离开洛杉矶 向西北两个半小时车程的小镇 圣路伊斯奥比斯波奔驰 我们逐渐进入加州的农牧业地区 加州技术大学第63届 牛仔竞技大赛 就在这片肥沃的大地举行 加州技术大学的牛仔队 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队伍之一 教练布莱克说 牛仔比赛在欧洲和亚洲也逐渐出现 但和其他运动项目最大的不同 在于牵涉到肚物 说着说着 布莱克忽然大笑起来 我们低头一看 哦 原来如此 今年的男子组冠军西古拉 在内华达州的牧场长大 牛仔比赛很久以前 在美国的小镇出现 牛仔当时只是比赛 看谁能把日常工作做得最好最快 现在逐渐成为一种运动竞赛 牛仔到处参赛 争取奖金或者奖品 要赢的冠军靠什么 我想异力和技术之外 运气也很重要 运气好 会抽到比较容易控制的牛马 得分就高了 比赛项目里最危险的就是骑牛比赛 因为这些蛮牛会报复牛仔 有时候蛮恐怖的 牛仔的荣耀写在皮带扣上 莱恩斯是加州技术大学1953年的 男子组牛仔冠军 运气好 很重要 别人都跌下马 只有你在马上完成动作 我们刚跟莱恩斯谈完 一匹脱江的猎马突然冲进场地 莱恩斯仿佛能通马的语言 几声轻呼之后 这匹马服服帖帖地就范 江毕竟是老的辣 我们接着访问加州技术大学 牛仔队的主席巴顿 就是切马的这位 哇 没有想到牛仔队的主席 竟然是个金国英雄 我们骑马 套绳圈 靠墙上的手掌握绳索 这些都会让手变得既干又粗 女牛仔里面 你找不到一双细嫩的手 巴顿的笑容甜美 但牛仔女郎绝对不是温室里的花朵 巴顿告诉我们 从三十年代开始 女牛仔逐渐浮现 加州技术大学从一九五六年招收女学生 牛仔竞技大赛不再是清一色的男性天下 女牛仔开始驰骋黄沙 瞧瞧牛仔女郎的装束 牛仔帽 大皮带扣 上面还刻着字 哇 原来我们面对的是九九年的冠军 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但我们肯定这位是今年的女子组冠军 拉瑟 做个女牛仔 在这个以男性为主的运动里 你必须要能够接受男生的一些批评 要尽量发挥自己的能力 一直必须坚强 牛仔比赛的精神 在于让美国开发西部的传统精神 保持下去 拉瑟让我们理解到 女牛仔一样可以洋溢女性的魅力 不过 牛仔并不好做 你不能只去店铁买一些买鱼 而认为自己是猪女 仅仅到店里买条牛仔裤 就自称为女牛仔 是行不通的 我每天要练习三个小时 还有其他的马要照应 照顾马的方法 是从小耳濡目染学会的 我在马的身上花了许多时间和金钱 要把它们尽量照顾好 牛仔比赛将是 我的人生的重要部分 也希望是我未来家庭生活的 重要部分 林欣将来打算做兽艺 重点是牛仔的生活方式 我希望将来和一个牛仔结婚 让家庭传统延续下去 竞技场里的小丑 其实是个老练的牛仔 也是这些孩子的老爹 这样的牛仔世家 在这里必必皆是 西部牛仔精神 生生不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